每当连续假期秋朝涌入 新城北浦平交道路段和花九县 就会出现塞车情形 为此县议会建设小组邀请了 县府建设处农田水利会 空军校准步道场会宽 经过讨论之后 建设小组召集人黄正复才是 要求县府建设处 今年要编列改善道路规划的预算 送到县议会来审议 后续才可以向中央来争取机费 解决地方的塞车情形 苏华改公路1月6号通车之后 在假日以及连续假期期间 位在最北的修林乡和新城乡 就会涌入大批的车草 尤其在北浦村平交道和花九县 更是塞车满满 为了改善该路段的塞车情况 关系县议会建设小组 并且邀请县府建设处 新城乡公所 农田水利会 空军校准部前往现场会刊 新秀地区的鲜眼 出光云和正宝秀 则是说明长期以来的问题所在 我们这是议会建设小组下乡考察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 北浦平交道 非常的流量 车辆流量非常频繁 那我们建议县政府 能够编预算 来先评估 来做铁路高架 以及我们花九县 现在目前的路况 也有五米七的 也有六米的 所以路况非常窄 那我们这个是花九县 是我们县道 县道是 它原来计划是十二米 我们请县政府编预算 来征收 以及来把整个花九县 能够扣翻 整条路能够变成为十二米的道路 在我们前处长 唐处长的 代理之下 我们也曾经来会刊过 连这次已经来好几次了 我希望县府这边 能够做一个好的评估 好的计划出来 让我们行车安全 不会看不出 花九县部分 因为它是一边是国防军事用地 将近有五六公里的这个围墙 我在想希望 当然是希望道路透发 因为那一条道路现在就是 因为没有红绿灯的关系 所以知道的人 外线市人比较少 都走这一条路 但是也因为可能有比较小一点 那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大围墙下面的那个 软速能够去除掉 然后让暂时性让马路宽松一点 然后让行车能够更安全 经过建设小组统论门 新城向南和立台 先演出光明 贞宝秀 跌布石一代 人员副和县府讨论之后 建设小组召集了 黄政府并且才是 要求县府建设处编列改善规划预算 送到大会来进行审议 所以你们接下来就办追加预算 然后花一笔钱 花一笔钱 评估你刚才讲的铁公路 有公路的地下跟高架 然后还有铁路的这样子的方案 你这个要编经费 那我们下一次最近的会期 会要看到你们有编经费进来 好不好 我不要你自己在办公室 研你那种东西 我研你也要准 我要看到花贤的评估报告 是 那我也要看到你预算 我要看到你预算 我要看到你预算 今天向南和立台表示 他在担任新运的时候 他也一直反应 迟迟没有下文 现在担任乡长了 终于在今天有好的开始 欢迎新运会召集的黄政府表示 每当在假日的时候 北北路段和花九线车少时相当多 更需要进行改善 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记得请问新运会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